淘茶思雨 这名字起的好啊 多么的诗情怀疑 但你应该相信 它是一张老六地图的名字吗 小子我今天就是被这名字骗起来的啊 游戏开始就是三条道路让你选 这样每个啥提示的就只能忙了 嗯 走中间吧 没有陷阱没有陷阱没有陷阱啊 啊 嘿嘿 我没死 你气不气 轻易试探出了第一个陷阱 接下来走左边的吧 我跳 跳跳跳跳跳下去了 还不要叹 我们不是还有右边吗 等等 这展开莫名眼熟啊 右边该不会呀 去你了的 我早该知道第一排这三个都是坑啊 那我这次直接跳第二排 我看你们拿我怎么的 来 先从最左边开始啊 哎 没有关系 我一个一个试嘛 中间这个 也不行 这不就试出来了吗 兄弟们 要知道蛋仔可不能一下飞越两个方块 那第二排最右边的这个肯定就是安全的 来 咱们直接跳 啊 没想到吧 老铁 啊 我直接梦笔在原地 第一排第二排都是陷阱 这地图还怎么玩 啊 没事了 兄弟们 原来这方块是可以改鞋规证的 也就是说 有些机关是一次性的 出发之后就会变成安全的 好家伙 那我要过关 岂不是要都踩一遍坑 OK兄弟们 所有机关都被我踩出来了 现在路可以说是干净哦 卫生 非常的安全 来 看我操作 一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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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学理一跳 OK 完美通 来了 兄弟们 这坐着真的很老六啊 这着陆点满满的全是跳板啊 现在只有最右边是安全的 咱们先跳过来 这时候先别着急走 贴着弹板的边走 我觉得右边这块空地肯定有点陷阱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这么聪明吗 老铁 快到头了也先别急 直接一个飞跳去碰到复活点 这次咱走右边 第一个 呃 安全 第二个 呃 去你要的 安乡的离去 我的天哪 你这么大一个弹板在这挡着 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我跳到旁边的方块 呃 很安全 没有陷阱 又到了痛苦的选择题了 兄弟们 咱们现在这一号的方块是粉的安全 白的又陷阱 那经过我的周密推测 下一号肯定是白的安全 粉的又陷阱 没错 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 我来咯 啊 这次咱们来到左边 你看到右边的方块都比较疯狂啊 还是左边的方块很文静 咱往前挑一个试试 哎 你看 左边的都很安全吧 来 再挑一下 你问你问 啊 不是 你咋也跟着发电了 这个世界太疯狂 我要赶紧离开这关啊 前面就是存道点了 再见 你们这些复杂的方块 我来到两个弹板中间 你来弹我呀 弹不到吧 记不 不记 难手 没想到直接在下一关前复活 我跳 哎 有机会有机会 说是吃那十块 我在空中一个冲刺 过来 白的 其实弹板是最好的 比起乱话的方块也好太多了 起码弹板可以走边上啊 哎 你看我就全程走边上一点是没有 所以说没有乱坏的方块实在是太好 没事啊至少来到下一关了 这关也是简单的跳板子 突然出现一个按钮 按一下有惊喜 当真吗 兄弟 那我请按一个试一试 我为什么要首先按按钮啊 按完之后 各种牛马陷阱都出来了 终于过来了 已经能看到终点了 我又来了 那不是 怎么哪个图都有你们四兄弟啊 虽然不用试 我都知道四个全是陷阱 但万一这次例外呢 再相信作者一次吧 显示一下 一号 三号 二号 二号 还是被我找到了吗 哈 终究还是逃不过我的法眼啊 那我就通关了 再见咯 火畜生 可恶 战争的传说们导致在哪儿 去周围看看 哟 那家伙这么小一个 还得是你压作者哦